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言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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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因为中身无明 所以就有一个死 创造自己 无明里边创造了个死空 本人都不是佛 因为无明 因为无明一动一念 然后就生起 很多忘年忘 虚妄的境界 在这些境界里 就笼转 就是六道士 六种境界 就像你想象 你本身是空性是佛 佛学是这样讲的 基督教天主要讲的 你本来是佛 在空性里面 而且这个空性 是我们现在不可理解的 叫如来 就是现在 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你就想象着 它是无形无相的 里面没有一法一法 是真空 那里面你产生到 因为你无名 无名是什么 妄想 产生很多妄想 妄想是没有原因的 突然就乱想 通过乱想来 产生了对境 产生了根层石 六根 六成六石这些事 然后呢 有根层石 就有世界众生 然后这些众生 就互相之间 就像互联网要的 互相形成种种因果 然后因为果就受爆了 在果上就受爆了 对 一弹琴 能回我就想起 在我们脑的概念 就好像是 就是再投胎 这种轮回 人道的角度 再投胎也叫轮回 你必须知道轮回是 为什么我们会轮回 这个三界六道 从哪来的 你要轮回 不是得有世界吗 我说有三界六道 六道轮回 三界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 六道是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人道 是吧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 人道的畜生 还有天人道 修罗道 叫六道 那这六道珠是哪来的 这个时空是哪 怎么产生的 而且我们第一个人 从哪来的 为什么我们会在六道轮回 这些在佛学里都有解释 在佛学都会解释得很清楚 跟基督教天主要讲的不同 但是我们人力会把死亡叫成轮回 就是说死亡投胎叫轮回 但是你要是搞不清那些原因 你就不会知道你轮回到哪里去 就是那些说你死了 投胎轮回 这个叫不了意 就佛学是个方便是吧 因为你认为有个真实的世界 有个真实的你 所以有死亡 人们都恐惧死亡吗 就很多人跟佛说 我不想死 我不想轮回 我能不能不轮回 佛说可以啊 你跟我学 因为有死亡是你有生嘛 有生你才有死嘛 有生你是几几年生的 死到几几年有死亡 佛最后说你通过修材贴 可以把这个时空虚妄 就破了这个 时间跟空间是个假象 然后虚妄了以后 你就无生 你就没有出生过 所以你不会死 但是你必须通过 一种定的状态 所以了解 时间跟空间的假 如果你现在 你是不知道 时空是假的 因为你会发现 花开花乐 这不是时间吗 一棵种子 从发芽 又长成一棵树 这是时间 从下秋冬是时间 人从生老病死 到老年是时间 你是看不到时间的 但是你好像 无形就看着时间在流动 是吧 你从哪看见时间了 是吧 觉得哎呀 他从小变成大了 长大了 最后老死了 这叫时间 从下秋冬 一年四季叫时间 早上晚上叫轮回 叫时间 轮转叫时间 时间是个假象 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存在这件事 是我们的意识层面 制造出来 不断地创造成假象 而我们的生老病死 也成了轮转 轮回 生老病死 你从小变成老子 也在时空里边 在循环 生生面面 其实都是个假象 只是我们用人类的眼睛 是发现不了真相的 你不知道 所以你在这里 苦苦乐乐 在执着 在较真 其实你是刹那刹那生面 你看现在西医 不是说我们的每个细胞 我们的每个念头 都在刹那刹那生面 就是刹那刹那生死 刹那刹那生死 说生面 我们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说生死就有关系 面就是死 你的细胞在 我们把它叫新成代谢 是把生面 重新换个新的 重新换个 那你死亡也是重新 也叫重生 你有一天你死亡 不是传生了 只不过生到另一岛 很可能生到 要么也可能就是生到人到 也有可能生到 恶鬼到 畜生到 地狱到 这叫下三道 就是这三道不如人活的 就是活得很苦 比人差 所以叫下三道 因为相对于人讲的 所以这三道叫下三道 比人好的叫上三道 比如人 贴人修罗 这三道所有福报 就是等于是往上三道 就往上升的 只是说生活环境好一点 不管是上三道 下三道 不叫六道轮回 这加起来叫六道轮回 都是个假象 都是个幻境 但你就在里面做噩梦 下三道 重遂就是噩梦 上三道是美梦 始终是在做梦 知道吧 噩梦 大家都想醒来 现在就是我们苦的时候 都要学习 都想醒来 觉得不自在也想醒来 当然有些人 自在也想醒来 因为觉得像是个梦 觉得心没有归宿感 很无聊 活得没意义 有的人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 或者没有归宿感 那上三道很快了 你看在这个世界 享受福报的 大部分 有权的 有权的 他那些享受福报的 顶尖的那些 在某个层面 坐到顶尖的这些人 一般不修行 也不去探讨这个宗教 信仰这一块 因为他们太快乐了 知道吧 要啥有啥意思 什么也不难 什么也没有 他其实是享受上三道的快乐 他享受他的福报呢 所以享受善报的人不见得 就是他总有一天享受完善报的话 剩下就恶报又来了 又下去 一般是受恶报的人才会学福 一般就由于受苦的人 就大部分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 就是素食爱修行是有习气的 剩下就是他受苦了 他才会想到解脱道 他受苦他要解脱吗 苦不是要解脱吗 就很苦 我要从苦里面解脱 离苦得乐 但是呢佛 所以这就是佛最冲的弟子 小成弟子说 很多弟子跟佛说 我要离苦得乐 因为印度当年那个人是分等级的 最低等级的人是奴隶结成 很苦的 那些奴隶当然想解脱 一生下来就是奴隶 他很苦啊 都不怕他当人看 他要解脱这个奴隶结成 所以佛他的身团里有各种道德 有皇亲贵族也有奴隶啊 但他是平等的 人性是平等的 空性 这佛性也是平等 所以他开始那些小崔弟离苦的 所以他说小成佛吧 就说你怎么从苦上解脱啊 修个什么 就是修四财八定啊 九次地定啊 将来这些概念 你们可以接触来修 但是那个他就在定态里不出来 就小崔弟子就坐在定态里住很久 很久他不出定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 我们都过了三百年了 他住地入了三百年 我们轮回了三次 假如我们在人道一百年一次 轮回了三次 人家就没出地 人家就一次也没轮回 就是叫逃避轮回 但是他不该出地 他一出地就轮回了 所以小崔弟子叫有余涅槃 就是证得了一个 就是我们不是想出轮回吗 佛说你进入一个大涅槃境界 就可以出轮回了 所以佛学里边清涅槃境界 这个大涅槃是 正如了一个不生不面的境界 就是永恒的 就是没有生 肯定不会死 这叫大涅槃 小崔弟子是逃避了生死 所以他叫有余涅槃 就是说他这个涅槃不究竟 他一出地就有路海 所以叫有余 他不圆满 不完全 所以你一定要正在佛果 才能到叫无余涅槃 就是真的从生死轮回 把时空也虚忘了 所以我们现在求佛道 你就是想求无余涅槃 这叫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成就佛果 就是从生死轮回 就彻底解脱出来 但这个要把时间空间都要虚忘 神没有才能知道 就是达到那种状态 就是能解脱生死 佛学有戒定会三学 解脱到就是佛学里边 根本的他就分戒定会三学 其实最主要是智慧 智慧是第一位的 因为戒跟定是为了获得智慧 因为有智慧你就知道时空是虚忘的 佛说我们现在叫 颠颠倒倒无名众生 是因为这个无名为什么叫无名 不是说我们是傻子或者什么 是说相对于能看起实相的佛陀那样的 相对于实相来说 我们颠颠倒倒看不清楚 所以叫无名 其实我们现在本性也是佛 只是我们本性并没有 并不是众生 本性也是佛 但是呢我们现在迷迷糊糊的 老是看不起各种乱想 各种妄想 每一个人坐在这都是佛 只是各种妄想 这种妄想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镜子 它本来是明的 但是它因为太明了 它肯定照外边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被外边这些东西影响 你按住在下镜子 如果那个镜子照见外边的东西呢 它觉得外边的东西是它 跟它有关系 那它就变众生了 它就不成为镜子了 是吧 镜子只是照 先从这个点开始 先是照 外边这些是跟它没关系 它也不是照见的东西 照见的东西跟它没关系 先从这儿开始修 顶如如不动 先做镜子本身 就是我们本来是佛 在这你看乱想乱想 乱想乱想 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 对这么对 这儿错过 应该怎么样 我是在六道的 在什么时空 冲下秋冬 花开花落 你看一年世纪生老必死 逃脑了一大堆人力的之间 所以佛学里边 你要想了解实相 先把人力的之间先填一下 不是说人道的之间不对 是 所以你看修正佛学 它要从定开始 就是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这种生灭的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定义 都直接定义 说那个苹果是红的 西红是酸的 等等 所有的定义 让它现在停 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妄想 这些就像大海里边的波浪 不断地往起涌 所以我们身心不动 你看所有的人都大作 你看佛学都是盘着腿 动着那不动 不动 这个大海让它脾气了 所有的浪花让它落回来 就是你头脑里边的境界 全是生灭法 不叫龙转 能导致你龙转 所以生灭法 还不只是你头脑里边的 概念生灭法 你这个身体 这个六根 都是你生灭生成的 就是你的妄想生成的 所以六根包括 一个是六根 一个是对地 叫六成在佛学里边 眼耳鼻血生意 然后射身香味触法 对应的 这叫六根 然后对应这些都叫外境 还有身体里边的酸麻冷脏头 角色 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 完美不完美 这种直接 对自己的看法评价 那六根 内境外境 面对内境外境的时候 都不动 以不动来破生命 以不动来破这种龙转 你不动了 这种龙转 龙转它不能是幻境 这些幻境就会慢慢慢慢消失 然后大海就会平静下来 先从这样嘛 虽然到最后 你还要破大海 因为大海是个本体 这个本体 这不就像你说的 我看你结论天主教 基督教 还有一个上帝 但佛学里边 连这个上帝也要破掉 就是最后那个 无所不能的空性 也要破掉 也是个无形无相的幻境 这种事是上帝念的 上帝从哪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 当最后破这些东西 当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觉得连时空都是幻的时候 佛也幻 就是我你头脑就认为 那个佛也是幻境 因为佛是相对于 众生建立起来的概念 我们一直被概念转 但是先开始 就借助这个佛 然后当你幻境消失的时候 就是海浪 海浪落回来了 海浪消失了 海浪是假的 大海能真的吗 所以大海也一起打去了 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叫正如空性 正如空性的时候 佛和众生都没有 所以你看金刚经 无众生像 无佛像 无佛法像 全部要抛弃 最后如如不动的 本性现前 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本来是如来 那个本性就处理了 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害到你了 因为你是真空里面 无我无众生 你有个佛像 你都在这个世界被龙转 只要有像就被龙转 然后你有个佛像 甚至你有个说是佛像 你就会被欺负 我告诉你 是吧 众生说你不是 你还很生气 你啥也不是 记住 我们啥也不是 所以如来是无形无相的 也定义概念也不是 空性 所以叫空性 正在这个的时候 你就从生命里边解脱了 从龙转里边解脱了 这是修正 但都靠智慧来达成 通过如如不动定来达成这个智慧 智慧是看清实相 佛的智慧不是说有套理路 它是看清了实相 叫智慧 师傅这个定性就是 当我们看到外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内在不反转 不用看 根本就没有起落 起落都假 你看个啥 你只要不动就行了 他过来管他呢 你尽量的拉回来 放在这不动 实在说他过去 他过去 过去就没了 它是个假象 影子过去了 你还追着说 我过去了 我还得拉回来 你开始当然是杂念很多 我们这样讲说你拉回来 其实你真正经历下来的时候 过去了 这关你有什么事 重生肯定过去 你打坐重生 还不在你那些过去过去 来回来来碎碎过去 你又不用关注 你不关注就行 在生活里面 修订知道吧 先从一个方法切入 比如说你从呼吸 你开始散乱嘛 那么你先关注呼吸 把你的意念先放在呼吸上 关注呼吸 陪着呼吸 跟呼吸同在 呼吸怎么呼吸 不要管 你这样跟呼吸 当然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深呼吸 瞧一下 后来怎么呼吸 水汤 所有的戒律 佛学里面有很多戒律 但是佛学的戒律是 帮助你入定的 因为有些事 它打扰你了 所以才是时间 等你说真的 有佛夺的智慧 智慧是一种力量的力量 甚至看清真相的 就是它能够在 它那个状态下 看清宇宙的一切的真相 而且不在陆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